中国网红公然调侃918 可别让敌人再次看我们的笑话 大家好 我们中国级一波音员在日本广播公司电视台高喊 钓鱼岛是中国的 这让我们很提气 但是紧跟这件事情之后 国内某个网红却直播公然调侃918 这给我们破了一盆冷水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一位拥有41万粉丝的美食博主娟子 在一个本该充满严肃与敬意的日子里 展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无知与冷漠 在直播中 他对918事变表现出极度的陌生 甚至声称他自己没有听过这个日子 更不知晓这个日子背后的历史意义 而当粉丝们善意的提醒他时 这个娟子的反应更是让人大跌眼睛 非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反而对粉丝的提醒嗤之以鼻 甚至出言不逊 说他自己不是中国人 这可就激起了动怒 最后他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不仅在直播间 网友们对他口诛笔伐 他的直播间账号也被封禁了 事实上娟子并不是一个个例 之前在中国国内 甚至还有带货主播玩歇音梗 把918说成是就要发 这显然也是一个既令人气愤 也让人觉得心寒的现象 但是更让人寒心的是 那名中国级播音员在日本广播电视台 高喊钓鱼岛是中国的 日本人不仅想把他抓起来 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还要求他们日本广播公司协会的会长辞职 不想容忍他的舒服 但是中国国内却有人认为 那个播音员是在蹭流量 又或者是对日本给出的薪资不满意 所以他临时跳返 现在又把无知的人躺成网红 对真正敢于发声的人却恶语相向 这是我们要非常警惕的一点 随着时代的变迁 历史的距离感也在增加 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 918事变的历史背景 与他们现在的现实生活相隔甚远了 因此他们缺乏直接的感触和体验 各种信息和娱乐方式也层出不穷 这也分散了年轻人的注意力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他们可能难以抽出时间 去深入了解并铭记历史事件 或许今天的日本依旧在等待着一个机会 先辈们的血不能白流 我们也绝不能再让敌人看我们的笑话 其实这些年来 日本在不断的宣传 试图摆脱自己二战战败国的身份 否认他自己的侵华历史 对于日本的宣传 有些人并未放在心上 认为如今我们中国已经很强大了 日本他再怎么跳也没有用 但是我们要清楚 骄傲自满 思想懈怠是兵家大忌 日本的这些宣传对于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 他们是在篡改历史 而我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却在遗忘历史 这一点非常令人担心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